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给我们做出样子 他十九岁 立家外出参学 到三十岁 参学十二年了 十二年中 把印度所有宗教学派 里面所修学的那些经典 他全都学过 为什么 为以后传法的时候 让社会大众有信心 释迦牟尼佛不是一个不学无书之人 他什么都学了 王子的身份 地位特殊 这大家相信他了 在菩提树下 把十二年所学的东西统统放下 那十二年所学是所指账 放下是所指账 修学过程当中的时候 他过苦心生的生活 那是什么 那是破烦恼账 能把烦恼吸气放下 啊 我们必须要记住 师尊一身 师尊一身 师尊表演 给我们看 像唱戏一样 他在凡王经里 透露了身份 他这一次到这个世界 那实现做佛 是第八千次 那换一句话说 这九元界就成佛了 那弟子当中 甚至于出家护法里面 全都是佛菩萨在来的 那来唱这台戏 他唱主角 其他的唱配角 那表演给我们看 为人也说 这个舞台 就是他一身的行义 一身都在表演 让我们渐渐的 体会到事实真相 这个下面教给我们 修学方法 但墨植念去 这个墨植一直念去 死心踏跌一直念去 不假方便 不需要用任何方法来帮助 不落思量 你也不能有三心而已 这个方便 直起直用 自得掀开 这是念佛的秘诀 古大德有提出来 正足双修 持民念佛是正修 再用其他方法来帮助 作修 正足双修 林恩斌大师告诉我们 持民念佛是正修 还用持民念佛作修 正足全是持民 那现在 那现在 没有 温度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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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嫉妒》是见死烦恼 分别是沉沙烦恼 人家这一句佛号 能断烦恼障 能断所致了 能断烦恼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